我前几天梦到台场了 然后呢就是梦里有人问说 师傅什么时候令我们一起上法团呢 然后台场说很快了 九位分左右 然后我梦里直动是急功夫的法会 师傅然后我跟我身边的几个同学 就是咱们几个探讨了一下 然后有几个问题 想请思维孩子一下 就是我比较想知道 什么样的人能够上法团 有些同学修得那么好 然后问的问题很有智慧 然后说自己梦到自己 当时还是上不了法团 我就不明白 师傅他们自己学的不好 暂时上不去 还是大浪淘沙 金子和沙子总有区别呢 一般的来讲 怎么样叫上法团 你学佛法 拜佛 对不对呀 学佛的理论 能够用到自己的行动上和行为上 对不对呀 叫践行 你不就是已经上法团了吗 你以为真的要买张船票 跑上法团上去啊 他的法团的意思就是 你已经在人间进入了佛法的阶段了 你已经不是在行人形了 是行佛形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就是境界高了 是不是 对呀 境界已经不是在做人的事情了 你比方说 你不像人一样自私了 你不像人一样贪心了 你不像人一样 动不动就嫉妒别人 恨别人了 你不像人一样这么愚痴的 活在世界上 为了一点名一点利 对不对呀 对 好了 这就境界高了 就是说你已经在人间行佛道了 你不就上法团了吗 你否则跟人家一样贪嗔痴慢疑 天天那么谐淫 天天那么大吃大喝 杀生 你不是也是人吗 又没犯罪 但是你上不了法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 他们说上法团和根基有关系吗 有关系呀 当然有关系呀 你早点开悟的人 那不就是早点上法团 那么什么样的人早点开悟呢 他就是根基呀 那比方说他能闻到佛法 他就靠根基 很多人上辈子跟观世音菩萨 都有缘分 这个缘分包括你上辈子 也是求观世音菩萨的 也是拜观音的 你这辈子就能闻到佛法呀 对不对呀 对 哦 哦 就是 我